这要题其实就是我是直接说 还是我直接就写 反正就给你12分钟 你把我们讲清楚 然后写出来就可以了 对 其实这要题就是一个让你正常 就是一个普通的 就一个正常的一个stack 但是它可以有一个additional function 就是increment the bottom key elements from the stack 那就是因为stack它的作用是有先进先出 然后我们怕不到怕它的尾 然后呢但是我们increase的话increase从头开始 所以说我我刚开始我最开始想的话 自己用一个自己建一个link load 就是一个no list 然后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 哦这样的话可能其实我的功能 我不需要找到这个list中间的哪个值 然后这样的话我建一个双向list 我没有必要 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一个建立一个array list 所以说我就这里边的话它有个max size 就是它有个整个stack size有个要求 所以说我就是又选一个这个 那么这个变量里面一个size有一个list ok 然后呢它有一个 就是其他同学 如果你你们有问题也可以快速的问 对 哦 好 然后呢 就是的话它这里边有个要求就是它的size是一定的 所以说push x的话就是如果我的size已经达到要求的话 那我就不能我就做我就什么都不做 所以说f 我的小的话呢我就是 op的话就是f list.size 如果是如果它不等0的话 那我们就是list 哦它这个就是它那个increase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想increase3 就是最后面三个元素就increase 就是多到这么的元素 ok 如果它如果你要increase三个的话 但是这里边它说要increase k bottom就是相当于从站的底端往上increase三个 但这个的话如果那个 但如果你的它里面有要求就是 hold on one second I'll wash 我这我这先把电脑关了 我怕到公司电脑监听我靠 我刚才要吃完饭让我吃饭 然后我还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stack k的话 相当于就是我们要从bottomincrease 多少个elements 如果这个 但是我肯定是如果size 如果它的k大于它现在current stack size的话 那肯定是我要把所有的stack里面的 element都increase这个value byvalue 就是然后 所以说我们要选一个它的上限的话 就是minimum of the k 和这个stack size 没有问题吧 嗯 每一个value 然后呢 加上这个value 那边看一眼 这个的话就是我 我我就是系统内部有一个max变量 来记录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最多需要多少个 最多能承能承担多少个element 然后类似的来存取这个来模拟这个stack 然后呢 initialization的话 就是让这个max等于这个我们的input 然后呢push的话 就是如果list size等于这个的current max 就是达到我们这个current的这个上限了 那我们只有return返回0 然后如果正常的话 那我就是如果小一点的话就是add 然后pop的话就是如果等于零 那我相当于我站里面没有元素 所以我要return-1 然后呢 如果有元素的话 我就把这个这个list的尾端 相当于站顶元素pop出来 哦 这地方 哦 应该有move 然后再return 然后这个的话 然后这个增量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从这个list的头一直 到k 就minimum的stack size和这个 这个 哦 这个地方写错 然后呢 这个的话就让你歪了 应该是吧 我现在可以t run一下 是吧 嗯 我不知道什么入了 哎呀 lucky enough 也算作弊了吧 因为早上也做过一遍 优秀 优秀 5分钟 6分钟搞定 优秀 优秀 可以 可以 这个 因为我早上起来做了一个类似区别 对 对 我有个思路 你们听一下看怎么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做increment的时候呢 就是我就并不是说真的把它那个例子全都做一个增值 我只是说在dk个位置 说 就是把那个值放到k的位置上上去 就比如说我k是100 对不对 那前面k个数字可能本来也都要加 比如说要加50的 那我现在就是在做increment的时候呢 我就不进行这个操作 我只是把那个d50加到dk这个位置 然后当我puff的时候呢 我在puff到它那个位置是时候呢 我再把它做真正的increment的动作 这是我以前的好像是 我懂你意思 就是你可能在就跟我们昨天做一个record一样 在它那个位置就是标一下 它这个是50 之后的数都要加50 对 每次puff的时候就从那个地方puff出来就要加50 对 所以 那也是挺聪明的 像那个方法的话 就是increment就它本身是不是OE了 但是你puff的时候呢 就需要去做些 那个puff好像也是OE puff也是OE 它就是要查两个地方 对 可能就是要 它是不是k那个地方 我没有太get到这个 比如说用这个 我也没有太get到这个点 我们再说 比如说用这个list 一共100个数 我要把前三个数 然后都加value这个值 然后我在index3的时候标记一下 然后 你可能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就是说它有另外一个k的array 比如说我是 当然里面可能还是有点小的问题 就puff的时候怎么出 进来了 我进来了 ok 好 好 那么就这样子 那么就一开始 就是我的数组 就是就这么放了 我就当这个stack 放里面去 然后一开始我就想 往这里面加k个数 就是增值k对吧 那我就在这标记一下 那也其实就放在这个位置的k 那么我想把前面这个位置全加上m 全加m的话 那我就是在这个位置标给m 我想对这个前面全加g 那我就这么加个g 所以我就是相对于是说 我有原始的一个list 然后我有个配套的一个 这个list 然后还跟他做一一对应的一个 就是在哪个地方增值的一个 一个标记吧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想去puff 对吧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puff出来 那他 那这个都不用做 因为他就是puff原始的数字 对不对 那我再puff 我再puff 我一直puff到这个位置 那puff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他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m的 那他有的话 我们就会 就是把x 也puff掉 但是他puff的时候呢 就是我这个puff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x puff是一个 以一个x加m puff掉的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 对是这个 那puff了之后 然后第二步就是我要把这个m 那我就是把这个m加到这个k来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意思 就是 就是我k 所以就是x加上k加上m 对 就是我就是我x加m 是对着对着这个x上的一个增量 对 对对对 对对 那我那我在puff的时候 就是就是就是我一个一个puff 那么puff的时候 我我这个k加m就一直移 一直移 移到对吧 一直移到把这个传统puff掉之后 我的k加m就应该跟g合体了 就就加在一起了